朋友们啊 之前我们把这边苑巴的土全部挖走了 现在又拉沙子过来回田 究竟干嘛了呢 给你们来说一下 大家仔细看一下 这边我们是打了一根水平线 就是这个根 这边的线和那边的模板高度 是同一条水平线之上 所以现在我们这些沙子呢 大概需要填这么高的位置 然后从这么高的位置打分泥土 大概打这么高 大家应该知道我的意思吧 所以以前我们挖的这些土是有点挖多了 那究竟什么原因呢 一起来说说 之前啊 我们给这个地下停车库打的立柱 两米六左右 但是后面想了想 这底下的楼层就比较矮了 还有些朋友给我 在视频里面留言说 底下的停车库 完全用来停车就太可惜了 把它改造成为房间的话 那会更好一些 所以我后面就临时的改变了主意 提高了二十公分 意思也就是把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模板 提高了二十公分 那相当于 底下停车库的楼层高叉呢 大概就是两米八左右 两米八是圈梁的位置 那这块板子呢 是在圈梁上面 相当于里面的空间 是达到了三米二左右 基本上是达到三米三米二以上 所以楼层高度就比较高了 以后把它改造成为房间的话 完全是没有问题了 就是因为这小小的一个 二十公分的一个改变 所以我们整个院吧 之前挖掉的土是 挖多了 现在需要回填 再填个大概十公分 有的地方要填十公分 有的地方填个几公分 把它给填起来 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分泥土就要少用了很多 要是不填的话 完全打分泥土也是可以 但是这样子打得太厚了 分泥土的话是三百三 以立方吧 所以说打分泥土的成本 肯定要比回填这个沙子要 多了多了 还有这块区域是一个大缝隙 我们这边封好了 挖土墙之后 这边大概需要回填一车多多 两车这样的一个泥土 所以说这边需要填的东西也是非常多的 之前我们把院吧的土全部挖掉一层之后 是全部回填在这块区域 但是依然是没有填满 还有最早的大家记得吧 以前我们坐这个地下停车库的时候 我是叫了拖拉机 拉了石车的土出去了 给别人五十块钱一车拉走的 总共是五百块钱 如果知道这边需要填这么多的话 当时候我们直接拉上来 在这边回填也就好了 所以说啊 做这样的事情一开始啊 确实要规划好 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 可能很多事情也没想到那么仔细吧 因为好多东西的话 毕竟做了的时候 才会去发现问题 才要去怎么解决问题 对不对 昨天我们是去了阿姨家 拉了三根村木树 晚上八点多钟 才拉到改村木的场地 现在还没来得及改 还放在那边 估计要今天下午去改吧 到时候晚上我们再叫拖拉机 把板子给拉回来 从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 整个院吧还是挺宽的 我们之前是拉了一车沙子过来 现在拉的全是土 里面夹着一些碎石头 现在是第五车了 准备拉个六车 之前我们拉走了这样的土是十车 现在又拉进了 全部是放在邻居家的院吧 很多油车 车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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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车大概有六方左右 然后再用斗车 这样子转移到我们院吧那边 这边是有一根立柱的位置 现在师傅找了一些旧木板 把它给盯起来 然后这边要回天土全部盖住了 以后打粉里头的话 这边就全部盖住了这块位置 这些模板就不拆了 现在这个位置填了大半天 基本上填了差不多三分之一左右吧 基本上这边的土药填平那边的模板 其实全部用沙子来填的话 还没有像这样子 一些碎石加泥土的好 碎石加泥土这样子回天的话是最紧的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主要就是我们这上面是不同车 所以转移这些材料之类的还是很麻烦的 都是要靠人工去转移啊 朋友们现在有个问题想请教你们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太阳能灯呢 是五六年之前村里面装的 它的训练池呢 应该是在最底下 应该是在 这根杆子的下方也就是在土里面 我们给它挖出来之后 要移到这上面来 那像这样的蓄电池 到底它的寿命有多久时间呢 需不需要我们给它更换一个电池 这样子移上来的话 后面还可以用 大家觉得怎么样 这边我们已经填了差不多了 给它爬开一下 基本上和那根线是相平的 我们转移这些泥土啊 全部都是沿着旧旧家的盖沿这边走 这边是去年 移房子过来时候 就打好的水泥地 所以现在推这样的斗车还比较方便 像这些碎砖块 还有些石头啊 都一起拉过去 回填到那些缝隙里面 今天我们是有三个师傅做工 两个师傅在这边装土 一个师傅转印 一个上午的时间啊 我们回填了后面的那个角落 加上这边的一些沙子 下午就要去把昨天拉的圈木 改好木板 然后拉回到家里面 这期的视频呢 也就为了要分享到这里 我是石头 喜欢请点个关注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